周末假期金融机构邮局都没有营业 家中店铺或公庙有大笔现金 怕有新人士趁机惊切 烦恼的时候下咽怎么办 别担心 民众若有需求都可向派出所寻求协助 位于竹县某市场工作的王经理 周末下午抱着一个大直箱 到新竹县竹北分局丰田派出所寻求警方协助 值班远景十分好奇 询问王先生需要什么帮助 一万之下才知道身上有庞大金额 现金不知道该放哪里 王先生表示 因公司生意原因 收售现金新台币320万左右 因金额十分庞大 适逢假日金融机构也没开门 放公司又放心不下 弄得他睡也睡不好 只好向丰田派出所寻求警方帮帮忙 远景向王先生说明 派出所的作业流程不仅存放的金额有详细记载 还有专属保险柜可统一保管 只要有人开启柜子时就会警灵大作 提醒值班员仅有人员开启保险柜大门 且派出所内外皆有24小时全天后监视录影 可以说万无一失 今天是逢金融机构上班日 丰田派出所远景一早 陪同王先生将大笔钞票往好如初给送到金融机构存放 也让王先生情安不少 丰田所所长梁志明表示 派出所提供免费替民众护钞的服务 千万不要觉得一时麻烦或不好意思而成为歹徒觊觎的目标 另外如民众要提领大笔款项 也可直接拨打110电话 请求警察协助护钞 周末假期金融机构邮局都没有营业 家中店铺或公要有大笔现金可暂时寄存派出所 图主北分局提供分享